各立王各界 人如先人 害人如先人说 他有没有罪 有啊 不能说没有罪 他诚恨心的 但是他所害的是个觉悟的 这个觉悟的人对他没有怨恨心 没有报复心 那么他的罪是性罪 约约相报 没有 受害的人的时候 不报复他 因此他多窝道所受的罪就轻 所以世尊成佛的时候 他又来了 跟着佛做学生 由于过去是这个缘分 佛发的这个愿力加持他了 投一个觉悟 投一个正果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要明了 永远 不怨天 所以孟夫斯讲的好啊 行有不得了 犯求着急 所有一切故事 不要说别人不对 这个我也是常常讲啊 回头想想自己有错 我这地方啊 你怎么能怪别人呢 什么都是我对的 别人错的 这个人觉悟是非常非常困难 人我见太甚了 真正修行人 不仅在佛门 在中国道家入家 在今天全世界 你看看正规宗教里面 我们的真教啊 那些创教的大神大贤呢 都是这样教人 人要情绪 人要恭敬 人要只顾 人要忏悔 人要改过 学悟的人 责备自己 不责备别人 只有迷惑颠倒的人 自己不承认 自己过失 都是别人错 我在日本 参加联合国的 和平会议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想真正和平的乐视 一定要把观念转过来 不能什么都是 自己对的别人错的 这个观念不好 这个观念是 制造对立 制造矛盾 制造冲突 你怎么能划解 念头转过来 别人是对的 我是错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想 我错 别人都是对的 和平 很快就落实了 人人都能这样谦虚 都能认真反省 我还特别加强语气 别人错了 也是对的 我对了 也是错的 这个意思很深 这是一般人 很难听的懂点 人家听了都说 哎呦 这个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做到 也要做到 只有我们真正做到 我们对于世界和平 才做出真正的贡献 我们对于世界和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